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日灣區 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突發心臟病 舊金山市長李孟賢過世 首位華裔市長突然離世 華人社區感到震驚 紐約恐襲嫌犯受到ISIS蠱惑 被控5項罪名 南加第五大山火僅有兩成受到控制 損失將近5000萬 來關注 週二凌晨 舊金山華裔市長李孟賢因突發心臟病去世 享年65歲 消息傳出震驚了各界 市議長London Brady 自動成為了舊金山臨時代理市長 週一晚 舊金山華裔市長李孟賢在住家附近的Safeway購物時突然倒地 被送往舊金山扎克伯格總醫院就職 主席李孟賢在納克克伯格總醫院前往10時 昨晚 星期 11月11日 他在重要的狀態 我們試過過幾個小時的生活救援 他在1時11時 星期 12月12日 我們第一次國內庫政府請用了 我們能夠共產黨太陽 第一次將任復格總醫院 共產黨的信任 根據舊金山法律 現任舊金山市議會議長的London Braid 自動成為舊金山臨時代理市長 他將兼任市議長與所有市長的權利與責任 前市長紐森當選副州長後 2011年1月 李蒙賢被市議會指派為代理市長 之後成功當選舊金山第43任市長 2015年成功連任 一位素材的雙方 非常高興 我會不愛他的親友 我會不愛他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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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失望他的静度和他的爱 当天下午 李孟贤的遗体已转移到戴笠市的天寿殡仪馆 新台记者古新月曹景哲旧金山采访报道 12月12日凌晨旧金山市长李孟贤去世 作为旧金山百年来首位华裔市长 很多华人听到消息之后感到非常的震惊 来看报道 市长办公室12日凌晨发布了简短的声明 确认了市长去世 市府将半起之哀 很多华人感到震惊 很难接受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省市 杰出 朝霞也表示 在市长六年的任期内 旧金山大约新建了八千个可负担住房 这是任何市长都无法做到的 又最近见过他的人表示 一直觉得他很健康 对他的突然离世表示疑惑 我现在今天都不相信 李市长就不在 大家都很不相信这件事 因为我上个礼拜四才见到李市长 他的身体状况非常好 永远都没有什么身体的问题的迹象 所以我们今次他不在 三反是一个大的损失 李兆祥回忆说 李市长经常和华部居民一起过新年 让这里有过年的气氛 对唐人街小业主非常好 市长的离世对他的同事也感到突然 李孟贤祖籍中国广东台山 在美国西雅图出生 1978年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毕业 从1989年开始进入旧金山市政府工作 先后在多个部门任职 李孟贤2011年出任旧金山市市长 2015年成功连任 新台湾记者金亚兰 于伟 旧金山采访报道 我们继续来关注纽约恐怖袭击案的最新进展 昨天在曼哈顿港务局客运总站 企图发动自杀炸弹攻击的孟加拉一名乌拉 坦承自己是受到了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影响而犯案 周二上午他被检方正式指控 涉嫌犯下了五项联邦罪行 另外四项指控包括 使用和企图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轰炸公共场所 通过爆炸破坏财产 以及使用破坏性设备进行暴力犯罪 昨日早高峰7点20左右 嫌犯乌拉计划在纽约港务局客运总站实施自杀式炸弹攻击 不料炸弹提前爆炸 乌拉自己身受重伤 另外有三人受到轻伤 2011年乌拉通过F4签证竟由亲属移民从孟加拉进入美国 此前没有案底记录 目前执法人员仍在乌拉布鲁克林的住所进行调查 他在家里制造了炸弹 为这次攻击准备了一年之久 同时 乌拉在孟加拉的妻子及家人也被当地的反恐部门问讯 嫌犯家人随后通过律师发表了声明 10月31日 发生在曼哈顿世贸中心的卡车撞人恐怖袭击 攻击者29岁的塞普夫也是没有案底的合法移民 他按照伊斯兰国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指导 发动了恐怖袭击 总统川普今天也再次 是强调移民政策改革需要尽快落实 孔习发生后的第二天清晨 曼哈顿客运总站及周边地区又恢复了以往的繁忙 新唐人记者李兰奥利福纽约报道 周二 美国总统川普正式签署了国防授权法案 进一步提升美军的装备和作战能力 此外针对纽约恐袭事件 川普也强调一定要进一步推动移民改革 川普首先强调 最近纽约发生的两起恐怖袭击 嫌犯都是通过宽松的移民政策取得绿卡进入美国 因此必须加强移民改革才能保障美国的社会安全 川普并签署了国防授权法案 进一步促进美军军力的现代化与尖端化 提升美国的国家安全 川普表示美军将继续追缴流窜各地的伊斯兰国分子 并且加大力度震慑朝鲜金正恩政权 新台湾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九评》编辑部新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阐述了共产党通过破坏传统文化与信仰 达到使人类在道德与精神层面沉沦毁灭的目的 近日 前中国建设部高级工程师何立志也告诉记者 前中共宗教局长叶晓文曾经明确表示 共产党的终极任务就是消灭人对神的信仰 而法轮功的出现阻碍了中共的企图 中国国家解除工程设计金奖的获得者 前中国建设部高级工程师何立志 2000年3月在单位观看了一段中共的内参视频 视频的内容是 时任宗教事务局长叶晓文宣讲中共镇压信仰的政策 视频中叶晓文宣称 所谓共产主义不仅要达到他所宣称的消灭阶级 更重要的任务是消灭人对神的信仰 叶晓文宣称过去50年中共几乎消灭了汉族人信仰的传� 他透露中共的具体做法是用名利来统战宗教首领 对于无法收买的宗教首领就严厉打压 全面灌输无神论 但是叶晓文说法轮功的出现让中共过去50年消灭信仰的所谓成果完全破灭了 而他说突然间冒出一个法轮功来 这么多的人在学练法轮功 法轮功是相信的是真善人 不是相信的无神论 这一下子让这50年来以为自己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结果是完全是失败的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揭示 人类传统社会 道德都来源于神 但中共夺权后 全面破坏中国传统的信仰和道德体系 随后扮演神的角色 制定一套与传统价值相背的所谓道德准则 例如中共宣称 对阶级敌人越残忍越好 杀人劫财 只要冠以革命的名义 例如土改运动 中共就宣称那是对的 对法轮功学员来说 不是说你中共说什么对的 它是对的 它判断是非的标准是真善人 一切它这个乃横凉 那就是一切不真的 不够真的 不正的 不够正的 在这个真善人的标准面前 那都暴露无疑 那你共产党什么样 可能也就原型俱落了 然后它就讲 要允许法轮功存在 中国就灭亡 中共要想存在 还要实现最终的目标 消灭人的神的信仰 就必须现在把法轮功的问题解决了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 揭示了中共严酷镇压法轮功的深层原因 法轮功的传播 带动了整体社会上的信仰重建 和道德升华 且真善人的理念 也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作为通过毁灭文化 道德和阻断人 得到创世主救度 为终极目的的中共来说 当然将法轮功视为第一大敌 从八十年代以来 在中国就出现了很多传统的东西在复兴 包括各种宗教 包括法轮功 他们这些信仰团体的兴起 都表明这种道德复兴的运动 可是又遭到中共的严酷的打压 所以这些事情加在一起 那就是中国的这种民族的精神 民族的道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 相当全方位的致命的摧散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也深刻的刻画了 中共与普世价值为敌 导致如今中国社会充斥着 黄 赌 毒 骗 斗 等等道德败坏的现象 书中呼吁清除共产主义 回归人类传统 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与辉煌 新唐记者林兰 陈翰采访报道 南加州第五大山火 节有两成受到控制 损失将近五千万 再来关注南加州山火的情况 洛杉矶西北方文图拉县的托马斯山火 已经持续燃烧超过一周 目前火势仍然强劲 官方表示 此山火已经成为了加州史上第五大火 托马斯山火不断扩大蔓延进入第八天 圣巴巴拉县消防部门使用燃料和火枪等 在山火将要到达的地方 引燃大量草木划除防火线 以期待减弱和控制山火蔓延 目前山火依然在乘风向西蔓延 已造成一人死亡 近八百栋建筑被焚毁 二十三万亩土地变为焦土 仍然有近十万人被撤离 经济损失近四千九百万美元 此外 上周南加的多起山火 还导致近七十匹马丧生 位于圣地亚哥的一家马术训练中心 曾遭到山火威胁 民众及时帮助拆毁围栏 才得以让数十匹马不至于在火海中丧命 目前只有托马斯山火 仅有两成得到控制 而南加其余山火已接近被扑灭 新唐人记者李子文 洛杉矶综综合报道 中华民国侨委会 华侨通讯社社长陈一方一行 周一拜访了本台 位于纽约曼哈顿的总部 寻求合作 以正好的服务侨社 来上报道 中华民国侨委员会 华侨通讯社社长陈一方 周一在纽约华球文教府中心 主任黄正洁 副主任王盈荣的陪同下 拜访了新唐人大纪元媒体集团 位于纽约曼哈顿的总部 受到媒体集团总裁唐忠等的欢迎 陈一方首先向唐忠 转交了中华民国侨委员会委员长 吴欣星的书函 吴欣星委员长在信中说 大纪元时报及新唐人电视台 报道事实反映真相 由以揭露中国社会真实面貌方面 已成为最具影响力 及代表性之国际华文媒体 藉由贵我双方的持续交流 力能将台湾的民主经验 在华人社会广泛分享 促进华人社会的革新进步与发展 双方在会谈中 就电子时代下的媒体发展 交流的经验 并寻求未来的合作 希望更大范围传递出 乔包在海外的学习工作生活的动态 更好的服务乔社 陈一方介绍 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 是向乔包宣传 即将大力推广的乔无电子报 聚焦乔社新闻 让乔包参与其中做新闻职工 我们以新闻职工的概念来说的话 我们的乔包永远是最好的writer 乔包写出来的文字 成为我们的新闻职工之后 他的文章是有温度的 陈一方一行随后参观了 媒体集团总部的办公大楼 并于当天下午 在纽约华球文教服务中心 和乔社乔领会面 详细宣导乔无电子报 未来的运作及发展方向 希望得到乔包的大力支持 新唐人电视陈小天 唐成 纽约报导 炯金山国际机场 首次举办公民入籍仪式 稍后回来 炯金山国际机场 为31位人士举办了入籍仪式 这也是机场首次举办公民入籍仪式 而新公民们也都感到非常兴奋 旧金山国际机场博物馆内 机场总监萨特罗欢迎新公民 成为美国公民需要持有绿卡 年满18周岁 在美国连续居住累计满5年 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等 新公民在举行宣誓仪式后 在亲友的掌声当中 借过公民证书 来自中国的吴静 在甲骨文公司上班 成为美国新公民 他表示非常高兴 这是美国移民局第一次 在旧金山国际机场 举办入籍仪式 主办方表示 在这里宣誓入籍 有着特别的意义 新潭记者金亚兰 于伟 旧金山采访报道 接着来看今天的湾区简讯 达美航空12号宣布 将在2018年夏季 开通硅谷圣河西 到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 JFK的直飞航班 圣河西市长李卡多也表示欢迎 他说纽约仍然是硅谷商务和休闲旅客 最受欢迎的目的地 新的直飞航班将于2018年6月8日开始 使用波音737-800型客机 三级舱配置共载客160人 从圣河西出发将是红眼航班 就是晚上10点35分出发 第二天早上7点15分抵达 然后8点15分从肯尼迪机场返回 11点45分抵达圣河西 12月2日清晨 在旧金山海湾大桥收费站 一辆大卡车撞击排队车辆后 冲入大桥东侧的收费站 导致46岁的华裔收费员韩思思不幸身亡 11日 赵氏司机32岁的福斯特氏男子 被以用车辆杀人和包括酒驾造成伤害等6项重罪 在北加州阿拉米达县被起诉 据最先赶到事故现场的公路巡警表示 他们从赵氏司机的嫌犯身上 闻到了大麻烟味和酒味 救援的医务人员也发现 嫌犯眼睛瞳孔有收缩的现象 并对光照没有反应 这些证据都与嫌犯涉及麻架和酒驾犯罪相符 11日晚上到12日早上 奥克兰山上大风引起了火灾 烧毁了两栋住房 另有6栋建筑受损 火灾发生在Snake Road的6800街区 从正在建设的一处工地燃起 大火迅速蔓延到干燥的山坡上 消防员疏散了附近的50户居民 但没有人员伤亡 新唐记者曹景哲与伟综合报道 税改优惠政策有变化 买电动车或者卖房要加快行动 正在考虑卖房或者想要买电动车的观众朋友 行动可能要加快了 因为川普税债之后 税务优惠会被取消或减少 来听一下洛杉矶会计师李重正的解析 专家提醒 购买电动车的税务优惠 在2018年会被取消 在2017年 优惠是从一部车是2500 一直最高回到7500块 但是经过目前川普的税改 这方面有一个很重大的改变 在2017还有优惠 但是到2018的话就没有了 卖掉自住房的免税额度 在新的税法实施后也会有变化 举例来说 必须符合更严格的条件 从2018年开始就会变成说 你要在过去8年当中要住满5年 才可以享受这个好处 与此同时 收入较高的人 免税额也会相应变少 他建议考虑卖房的人 动作最好加快 新坛记者杨阳洛杉矶采访报导 新闻就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今日湾区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